凤山黄浦新村已经登陆为文化景观资产 由市府文化局已驻带户团队进驻维护 其中一处眷设将作为凤山区客家及多元族群文创中心 主办的高雄市客委会主委感谢市府及议员的支持争取 在文化局协助下选定这个黄浦新村 主要就是说黄浦新村是一个眷村 然后呢里面有学校 然后它是一个等于是有一个多元包容的这样的意向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既然是要打造客家及部分族群的文化基地 如果在这边就等于是可以把闽客园都可以融合在一起 目前凤山客家人口数为72100多人 是高雄市客家人口数最多的行政区 而黄浦新村原本为各省族群居住的空间 眷村人事搬离之后 除了已住待户的新住户之外 又加入客家元素 更增添族群共融共享的意义 眷村本身就是一个融合的一个场域 所以各个族群都会进来 那现在刚好有各家的族群在进来 包含当时候他们的同婚的部分 或者是就是大家有可能是客家老婆的部分 这个部分呢就是很开心可以进来 然后大家做一个融合 就像当时候眷村一样 然后这三个本来原来的三户的之间要如何去融合 所以最后呢我们很感谢越界结构技师 他们来看了以后发现说 原来的日式和组织的那个整个日式房舍 可以把它打开 因为它原来就是空的 然后是后来住户把它隔成一间一间的 将作为客家文创中心的眷社 目前正进行内部环境整修 未来的空间场域将运用作为驻地办公室 研习教室文创商品展售 以及客家公益体验场域 成为客家及多元族群的文创基地 我们会做研习教室啊 研习课程 还有呢做相关的文创品的展售 以及客家百公百亿的体验的场域 未来在这里可能也会举办一些小活动 希望可以导入我们的客家音乐 客家美食 客家的文化跟艺术 然后让不分族群的人来认识客家 那这一间的话看起来状况是 还OK屋顶的状况可能要在 大部分要多加强 因为其实漏水就会比较严重 会导致木屋的损坏 希望就是可以把人潮都可以带进来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共享这边 然后共融这样子 为在黄埔新村内的凤山客家服务据典 预计五月完工 后续将由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务基金会 营运管理 将导入客家的美食 工艺 文物 文学和音乐等 丰富的客家文化 记得赖昌邦 高雄报道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